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近日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 这个网上电头的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好的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 只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评 政府 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 探讨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浪去物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 在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当事人 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情景之下 你会如何处理那件事 好了 那我们今晚呢 我们都有另外两位 我们常务的主持 王岸妍和金永妍 那George呢 George Ho呢 最近呢 就回到加拿大了 那我们大概都有一段时间 他就不会听到他的声音了 好了 那我们上一次呢 我们就讲及安乐死了 其实我都知道呢 香港传媒呢 其实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谈论 尤其是在那个有线电视 那个互动电视呢 27台呢 阿金说 差不多 不会少过十次 是吧 都不止 都不止 因为最近呢 他也有跟我再折头 那他也希望呢 我们再去那方面呢 跟他再讲一讲这方面的题目 就是很多人呢 我都有机会都问一下 就是我有一天在训练 遇到一些病人 那问一下问 大部分人呢 都不想去想 是吧 就是觉得真的 挺费心思 那可以说是 对很多人来说呢 都是很复杂的 好了 那我们上次节目之后呢 那很快呢 我就收到有三 有两个那个网上的留言 那我觉得呢 我们今次呢 都应该和大家 分享一下 大家听一下 还有我们就是看 对他们的留言呢 所提出来的 那个意见呢 我们想看一下 各位主持人 大家怎么看 好了 那我先读一读吧 第一位留言呢 他他称呼自己叫做阿欣 在8月21日 那天留的 那他就这么说 他说 安乐死这个问题呢 不是等 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的 那他除了呢 让人家思考生命 是有什么价 之外呢 也都叫人反省 反思 远代社会 对这类 受尽病痛 折磨的人 提供了多少支援 和关怀 安乐死这个问题呢 也挑战个人 对这个道德标准的 那个宽容度 他说身为一个医务人员的我 差不多 日日都要面对安乐死这个问题 因为工作上呢 时常呢 都要接触一些 身不如死的病人 那在北美洲呢 有一种叫做Active Euthanasia 即是说呢 由一个人 可以直接注射大量 会导致死亡的药物 或者孖啡 甲 或者镇定剂 等 入一个意识 仍然清晰的病人的体内 是属于违法的 那这个叫做Active Active 的意思就是 是意识 意识 仍然清晰的病人 主动去做这个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 Passive Euthanasia 是合法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指病人 已经到昏迷的状态 而病人已经被证实 就算用尽所有医学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治好 那他的生存 只不过是靠机器 和药物去维持主要的器官功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经过和病人的家人的商讨 医生是可以合理地 是拔除所有维生的仪器 再注射一些孖啡 是让这个病人是无痛苦地 是自然去世的 那他提出呢 在很多国家 在外国 那这个呢 是属于叫做 Passive Euthanasia 那是属于合法的 那你可以看到的分别呢 Active 即是说 病人仍然意识清醒的 Passive 病人已经昏迷的状态 就是他自己不能够作主 那这个是主要的分别 那的确 他说 是病患者 他们被其他人所受的痛苦 是外人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的 只有他们自己已经感觉到绝望 那活着等于等死 但我但他说自己呢 我仍然不赞同 用这个主动的安乐死 那因为呢 如果我得到意识 仍清晰的病人的同意 要为他注射一些大量的孖啡 让他在无痛苦之下死去呢 虽然病人或者 不会控告我 但我知道呢 我会一生受良心的责备 因为呢 我好象谋杀了一个人一样的 那这位呢 是姓恩的作者 他说出来的 他说安乐死呢 好似是对病人 和他家人呢 甚至对社会呢 都有很多好处啦 但是呢 他引申出来的 杜吉德的问题呢 亦都不能够忽视的 尤其是安乐死 会否被人滥用呢 成为一个自杀的一个藉口呢 那么 虽然呢 北美的医疗制度 都不算得清上完善啦 但其实很多这类的病人 或者他家人呢 仍然都会应该得到 应有的应得的帮助 好好地活下去的 好了 他最后说呢 我认为呢 有得生存呢 就有一线希望改变的愿状啦 死 连希望改变的一点的选择呢 都会被奪走 那么这位呢 就是我们第一位留言的 我们的网上的听众啦 欣欣女士欣小姐 留下来的 好了 那么第二位呢 就比较短些啦 他自己称自己做月仁 也都同一日的 那么我觉得某程度上呢 好像都是答了上面的 第一个留言有些少的 他说我认为 我认同安乐死 但一式技术上的问题呢 似乎呢 是甚难解答 一个很难去解答的问题 就是说呢 究竟这个病人 有多绝望 即使是植物人呢 都有不少骚醒的例子啦 况且 医学进展得那么快 全部痰痪的病人呢 是否 不可能赚起来呢 涉及到下手 让一个病人死 恐怕很多医生 都不愿意去下定论的吧 至于哪个下手呢 都不是一个问题 总之有些人呢 是会不觉得自救的 而冲心地认为呢 自己是帮助受苦的人 那这位呢 是第二位 留言的我们的 网上听众 月人 好了 我们很多谢这两位 网上听众 花点时间 给大家看这方面的意见 那我们作为主持人 我们逐个想想 阿金有没有 你怎么看呢 首先 要多谢一下 忠实粉丝 大佬 写篇东西 不是简单的 两位都 他都想了很多问题 但是 就是 呃 有个point 我们better hong kong 和电台经常说的 正如上次 讲安乐死 一劈头第一句 医务委员会怎么定义安乐死呢 就是说 用 用些药物啊 那些 为 就是 引致病人死亡 为治疗的手段 那 其实 一开始已经讲了 上次 我就 那个荒谬程度就是 正如 袁医生 我们经常讲 现代医疗的荒谬性 就是 害死很多病人 对不对 就是 就是 这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 一般人去读医 一般人去从事医疗 都是想帮病人 但是实在的情况 就是不是 令到很多人受尽痛苦 那 其实 反面看 有安乐死是挺好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每天都痛苦而死 实情是这样 但是 就是 这个荒谬程度就是在这里 那 其实 我 我 完全明白阿欣 那个 就是 那个 他的感受 那 但是 那个 那个问题就是 就是 我们的现代医疗 那 是 日日都是做 那样 令到很多人 无尽的痛苦 所以 某个程度上 那些人 为何想安乐死 就是这样 阿欣是不赞成主动安乐死 但是 其实 这个永远都是矛盾 你为何不尊重 那个 想死的人 主动是他有意识 他自己决定 是 他自己决定 协助他 他就想 协助他 阿欣 觉得良心 会很难受 他自己个人 他自己做 个人 这可能就是个认知的问题 每个人认知都不同 对一件事的价值观 内明识不同 这是 其实不是很难解决,就请第二位协助 因为上次有个美国有个死亡医生,被人除了牌,他照做 坐牢十多年,他很老了,每次都干净利落完成任务 他很开心,他做完这些事 因为他不是觉得他这样做是很对的,他断断不会坐牢,他继续没有牌 他继续几十岁的人都可以继续做,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对的 他作为医生是解除病人的痛苦,不是他作为医生 所以作为医护人员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感受,我觉得两个都正常 迷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认为做医生,做医护人员就要救人的 就是一定要救人,但是事实上每个人最终都是要面对死亡的嘛 你无谓的延长那个人的生命也是增加冒进的痛苦 正如袁医生你上一次说,以同类疗法医生的角度 最高的看法是怎样帮助病人,可不可以再复述一次 医生最崇高的目的是要以一个快捷、长久和一个温和的方法 令病人解除痛苦 所以在我们的医学上,我们从来没有提及过医生是要想尽办法 维持延长一个病人的性命 我相信在希波格拉底的宣言里面,我所记起之中都没有说过这个 医生最崇高的目的是要为病人以一个温和快速和长久的方法 将它医治好病人,所以维持性命的长久 其实是我们现时的科技能力之下我们做得到 就像第二位网上听众的流言也有说过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技术上 我们现时的医疗是有足够令任何植物人无穷重 即是无时间限制之下,令它变成一个活死人 好了,我有这个科技的能力,是不是一定要等于我要做呢 到某个程度上,我们都要做一个决定 不要说因为不想它痛苦,以及我们社会有多少资源 可以令一个这样的植物人继续变成植物人 还是将这个资源用在活人那里呢 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的科技已经令到我们 不可能再避免做这个道德上的选择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只是道德那么简单 是牵涉到我们每个人实际生活和我们社会实际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回避了 阿斌仔,你想想,他熬了十几年之下 你看回他书里面所聚述他的心境 他很明显,他是知道他自己做什么的 他的头脑是很清晰的 他不是一个昏迷状态 在吃药物之下,他不知道自己想如何 他不断不断在书里面聚述 他真的在一个理性之下 他希望能够早点了结他自己的痛苦 你想想,他不是想了结他的性命 他是想了结他的痛苦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残忍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残忍呢? 要拒绝他这件事呢? 要令他继续来到痛苦下去呢? 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整件事的出现都是我们这本书引起 他应该是令我们香港人不要再回避 因为我们不断地回避 其实我们是令很多人无尽的痛苦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在这方面的角度去看看 还有我要回应一下月仁 他写的看法 经常说 我们的医学非常发达 又会进步神速 又只有一天会这样 可以医到人 我希望月仁可以听回我们以前 讲医疗问题那些 现代医疗是一个假象 永远说 都三十多年了 一事无成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完全一事无成 完全没有 我们常常陷入这些迷思假象 常常以为 穿着这件白袍 看到十多台电脑 看到磁力动振机 就是等于生命 不是的 对不起 这些根本是一个 偽科学 是一个假象 大家要看清楚 这些根本是延长很多无谓的痛苦 还有我们常常说道德 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一小撮人 或者一大盆人 认为对遇错 如果我们认为 错的东西是延长别人的痛苦 如果我们还是用这种对遇错的看法 去看人生 或者看道德 我们无尽的痛苦 都是无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转定的角度 用可行与不可行去看 那是不是真的解决问题会好些呢? 就不是用对遇错呢? 对遇错 只是某一小撮人说对不对 但是如果用可行与不可行 就没有了这个问题 真真正正可以解决了 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道德良心 道德良心 道德良心是什么呢? 也就是 譬如宗教 就是神 推向神道 其实都是某一小撮人说的 如果用可行与不可行 就很多无谓的痛苦就会解决的 你行得通的 那你行 就没事了 如果你说用对遇错 就很多争论了 一个人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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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就是捍卫自己对的 战争也无可避免 很多争论也无可避免 很多争论也无可避免 痛苦的人继续痛苦 我们抵抗香港就不会这样 我们不希望用这些角度去看 因为阿欣提及几件事 其实上次我继续说的 所谓典型的反对安乐死的理论 他正在重复 能够成为必须 例如违反自然 对 是 其实刚才你知道 其实是否违反自然 就是以掌场的性命 才是违反自然 自然他应该死 就是很多生物 如果到病 他就会死 但因为现代科技 肯定要延长 其实延长 他才是违反自然 你可以这样看 一个人如果到了阶段 你帮他 想医治他 的心理 他可能后 以後那段是強行延長的,用言樂科技延長的,其實那件事是迴反自然的 所以王興上次我們講的安良死期時,我已經再講過了 我們人類社會,如果對待動物就會用人道 人道的定義是快速地解決他的痛苦 那為什麼對動物就行呢?對人就緩慢地延長他的痛苦呢? 那很多人都可以說,怎樣可以跟動物相比 那我反過來,我明白,人高貴很多,動物生命低一點 我就不太認同,但這不是討論重點 那我反而反過來,是不是人低一點呢? 我反過來,為什麼對動物這麼人道,為什麼對人這麼殘酷? 是不是? 阿欣還提及一件事,我們講三個主要的反對安良死 就是吳自然,中間就是神,我們不談神,因為我們不一定有信仰 第三個典型就是會不會鼓勵很多人去安良死,變相鼓勵人自殺 就是那篇文,你上網看這些文章 沒有任何數據顯示,給他安良死的地方的人會死得多些 不會鼓勵他,沒有任何鼓勵政策 其實不是想清楚,沒有一個人會說喜歡死的 其實大多數人不喜歡死的 如果想清楚想死的時候,你妨礙他的反對安良是有問題的 才是不道德的 不會因此鼓勵多些人去自殺 因為好像在歐洲荷蘭,他們已經是合法 在數據上看不出有任何因素,就是有安良死的地方的人會喜歡死 這個鼓勵不存在 我仔細一點,我也想再解釋 其實阿欣會不會覺得我們Banner Hong Kong的宗旨 經常說問題是很簡單的 解決也是很簡單的 他認為解決我們上次說就簡單了 其實我們一向都很強調 其實很多不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未弄清楚 重心在哪裏 當然我們有很多其他道德的因素 人類的性格,人的本質 很多事情就會令很多事情變得複雜 但如果我們真真正正去看清問題的重心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應該很清晰 為什麼那麼多人這麼怕講這個問題呢? 某個程度上跟自殺這個問題都有關 我上次都提過 在歷史上很多宗教,很多知識家 都贊成我們可以贊成一些人 應該可以自己了斷自己的性命,就是講自殺 但在早年自殺是當作一種刑事,一個犯法的行為 1977年 1977年之後,禁國的法例就開始改了 這不是一個刑事的行為 這不是一個刑事的行為 我們過去的社會對自殺這個問題 都不斷地改變 為什麼我們這麼怕面對這個問題呢? 在自殺方面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當你遇到一個相熟的人 或者是家人自殺 最後最後,最難堪、最新、最受苦 是存活的人 存活的人會覺得自己是 哎呀內疚 為什麼? 沒有幫到他 沒有幫到他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所以對他來說是一種很羞恥的 你記住 問題不是死的人的問題 是活的人覺得自殺是反映自己的無能 反映自己的沒有做得不足夠 其實阿欣在這篇文章也看到 是反映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怕面對這個問題呢? 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們如果讓一個人安樂死 其實我們也要承認 我們是沒有辦法幫他 所以我們很多人反對 其實原因是基於這個心態 如果我讓他死 我承認 我是沒有辦法幫他 我們社會這麼大的資源之下 我們社會也不能夠幫這個人 可以這麼說 安樂死是反映我們的無用 我們的無能 是我們的羞辱 所以其實很多人反對安樂死 其實是基於這個原因 其實不是基於安樂死的人的需要 是基於我們傳下來的人 要面對這個羞恥 這些不足 這些內疚 我們搞清楚的問題 反對的基本心態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在這裏 你看看他的文章 他講得很清晰 一個叫做積極的 Active 他既然都講得很清楚 一個人的意識仍然清晰的病人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賓仔的本書 我要安樂死的本書 你看他的頭腦多清晰 我相信他十七年以內 什麼都不能做 他當然是反思 反思 我相信一個二十多年 小的三文仔 如果他沒有這件事 我相信他寫不到這本書 當你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 你十七年來 你就反思你的人生 你會很清晰看到 即是說 你看到這本書 你會覺得這個人 真的知道他自己想做什麼 他很清晰 他很有智慧 既然一個這麼清晰 有智慧的人 作出一個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而希望他不要再繼續痛苦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尊重他 反而一個被昏迷的人 我們會接受 他可能不要 可能數生 他可能數生 矛盾的地方 我們就說OK 合法 但一個很清晰 我覺得香港人真的要看這本書 他不是 他很知道他自己想知道 政府 我們社會能夠給的東西 他都領回了 在這種情況下 他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 我們竟然都拒絕他 要他繼續受苦 為什麼呢 不要令到我們覺得難堪 你看到一個多殘忍的做法 目的你想不要自己難堪 不是要他 我們不是為他 我們是為我們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 我真的要好好去想想 但多數人是不自覺的 他以為是幫助人 而且他決定會內疚 其實你反過來想 剛剛反過來 其實你是一個自私 一個自私行為 因為你是為你自己 我相信 阿欣一定不是一個自私 他工作上能夠幫那麼多人 但在無意之中 其實他都看到一件事 他覺得 我下不了手 我下不了手 其實這個問題是哪一處 這個問題就是 那個問題不是 要求我下死的人 是你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下不了手 我做了之後 我就會內疚一生 所以我反對 這個就是 阿欣行 我想你自己再想一想 我絕對不覺得 你是一個心上壞的人 如果你不會 你不會這麼想 但你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背後 我們要想很多事情 其實到底 真正的原因是哪一處呢 他亦都提及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死 你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了希望 其實很多宗教上 我都經常用這種說法 譬如 生命是神給我們的 只有神有權力 去把祂剝走 但是 這個就是看回 所有世界上的宗教 都認為 死不是 終結 終結 所有的宗教都認為 死後可以上天堂 可以再來生 即是很有趣 為什麼我們宗教 每個人都認為 死不是完結 不是最後的時候 還要擊破死亡 對 為什麼我們還要這麼怕死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矛盾 所以這樣說 為何我們怕死 因為我們對死的認識 有一個很大的局限 如果我們認為死 就是一切都沒有了的時候 一切都沒有希望 當然有這個恐懼 但坦白說 大部分全世界宗教 都不認為死是結束 是會繼續的 好了 如果你來看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讓祂繼續呢 繼續來生 或者再好些呢 或者在另外一個境界裏面 可以繼續來活得 或者生存得更加好呢 其實我上次留了想說 有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是很簡單的治療問題 我們一直都說尊重生命 那為什麼說 尊重人去死 不是一種尊重生命 是中國人忌諱死的 是吧 其實是一個文化基因來的 很多時候是自己怕死 或者不喜歡死 不喜歡說死亡 不喜歡怕死 就不說死 也不讓人死 也不想自己死 也不讓人死 這個是問題來的 就是我們說了很多年 就是說人權 人權現在的觀念發展得很好 要尊重人生命 意思是要切法支幫人生存 不要讓人餓死 這個已經是人權來的 不可以令人餓死 但是呢 為什麼不反過來看 你尊重他 結束生命 都是一種人權 或者人求生是一種人權 為什麼求死不是一種人權 其實很簡單的 想反過來 為什麼不可以反過來 就是有時至於想想 這些那麼基本的事情 其實另外一種方法 簡單點可以另外 這個問題很容易 可以看得穿的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這個決定 就不是說 要不要讓一個人去死 我們這個決定就是 我們應不應該讓一個 神智清晰 智慧正常的人 讓他有權利 結束他的仇苦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 你不要想著要他死 他有沒有權利 去結束他的仇苦 我們有什麼權利 可以防止一個人 要令到那個人繼續受苦 因為我自己過意不去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我上次都跟大家說過 換句來說 如果你有機會再投胎的話 如果你的投胎的選擇 你要成為賓仔 你會不會做 如果你認為你不會做 你肯定你是贊成 安樂死 你之所以不贊成的原因 就是你過不了個關 你自己的內疚 自己的需要 這是一個很自私的行為 我們休息 三幾分鐘 然後再繼續 唉呀 你輪轉天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們又回來繼續今晚的節目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 這個題目 其實在香港都醞釀了一段時間 據我所知 當時其實沒有什麼定案 但今天早上突然之間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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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來吵,說自己人工低那班 四千多個炸跌工人欠那筆錢,如果今年給他們是一千二萬 誰給他都可以,用不需要人家這麼辛苦 一千二百萬就在說,四千工人 四千工人欠一千二百萬 基於自由經濟原則,死都不肯給他們 人家欠了整個月 現在那些前線醫務人有多少人?有沒有四千? 有沒有四百萬個? 如果講醫生來講 他一家那班是說,經濟差的時候入職那班 他說要爭取同工同酬 現在醫管局昨天訂了個方案給這班 爭取加薪這班醫生 代表他們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前線醫生聯盟 醫管局訂了個方案 就是說,動用三億五千萬 加回給這班醫生 即是說同工不同酬那班 即是低一點那班 由四萬七入職 加到五萬幾 五萬幾 至到專科那些由八萬幾加到十一萬 那些最高的 加到十一萬 那他答應他 他一訂了個方案給這班前線 爭取加薪這班 我就有點兒憤怒 即是傳媒訪問他們說 這個方案我們都不是很滿意 即是整個地盤的爭取 就不夠一個醫生 即是容許我講 如果我們有不值 可以做直播 我都要學一下那位李若暉醫生 即是跟醫師辯論 我都想拍下桌子 不過我就比較斯文 免得影響到我隔壁 撒到寫就不好了 即是這樣 即是 喂 現在香港是不是很厲害 某些人 大家都是讀這麼多書 在座都有大學生 你們讀多少年 四、四、五年 一出來 你就要收五個 即是五皮幾 即是五萬幾 一般一大學生出來 一萬兩元而已 一萬九幾 最多 一般最高 我講得很高 我講得很高 平均就 平均多少 一萬一到 一萬一到 你有一些有理想的職業 例如記者 我可能提過 提過一萬一 稍為好些的大企業 那醫生是一個有理想崇高理想的職業 是嗎 錢來衡量 理想不理想 個個都說制細壞壞 不過講到錢就不要講了 有哪個職業不崇高 即是你說炸鐵那些崇不崇高 通渠都崇高 哪間醫院不是他起的 沒有炸鐵工人 你哪有醫院呢 不是 即是問題就不是好不好景 即是我覺得 既然要好景不好景 問題就是 如果 為什麼 那四千個工人所要求的錢 只不過是一千二百萬 我們都這麼困難答應 而政府竟然主動提出 用多三點五億 那他可以解釋 那他可以解釋 集鐵工人的自由市場 那些 那些 你自己想好 那為什麼醫管局又不是 為什麼醫管局不開放醫生自由市場 不是的 不行的 我們是崇高的職業 不要講錢 我開多少就多少 那歐元 美國那些不崇高 那些醫管局聽得多 是不是 不要跟我講錢 二十萬個 二十萬個做過手術 不要講錢 就是不要跟我講價 其實應該他講錯了 不要跟我講價 我這個是崇高的職業 我說幾多就幾多 我想拍攝也是香港是這樣 那他很強調同工同囚 對 同工同囚 那另外一種看法 就是同等學歷 同等讀書的時間 也有同一樣 是吧 香港做了社交工作 拿了一個master 都差不多五年 當然在政府機構那些社工都不少錢 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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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職師 Architect Architect都很難的 你讀五年之後 拿牌又很艱難 拿牌又要考試 那他們的人工 不如你說同等學歷 同等學齡 同等學齡 那應該同等人工 Architect那些 如果你讀完 只可以叫做architectural designer 是大約 一入職大約 現在稍微好一點 就兩萬多 即是全部畢業 拿了Bachelor Architecture designer Architecture designer 跟著還要考architect這個牌 考到三萬八 那在自由市場就是這樣 是吧 你再做多十年八年 才說到七八萬 這樣 大哥 一入職五個多 很明顯的分別就是自由市場和不自由市場 是吧 即是香港人覺得我們值不值得呢 我們不斷地 納稅人不斷地用這麼多錢 但問題用也不夠 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看到 如果是自由市場 可以令到一些人 便宜地做到工作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 用自由市場這個機制 用在所有行業都應該這樣做 密西貿是這樣提倡的 是 自由流動 人才是 歐洲早就是了 歐洲早就是了 不是歐洲的共事公約 所以歐洲醫生的人工 是跟香港的大概一半 三分一 三分一 兩萬 那為什麼不叫歐洲醫生來 他們不行嗎 不可以嗎 醫不到中國人訂 我們看的書都是英國書 英國人寫的書 德國人寫的書 教授全部英國來的 我們沒有中國人寫的教科書 不厲害的 不是沒有 他們不會看我們的中文教科書 不會的 當然不會 我們學別人的東西 但是人工可以高兩倍 對 我有一個蘇聯的朋友 有一次他們來香港玩 我招呼他們 他老公是機械工程師 但是他老婆就是一個西醫來的 大家都問一下 什麼環境 蘇聯的一個西醫的人工多少 他老婆說 我很尷尬 我真是不好意思 告訴你 不要緊 我真的想知道 不同的國家 他說多少錢 他說 在蘇聯做一個西醫 大概一百元美金一個月的人工 我相信他開藥的能力 我相信他開藥的能力 鎮定的能力 判斷的能力 我相信沒有什麼大分別 醫學的書 大家都一樣 看過那幾本書 在歐洲來說 人工最低的醫生 西醫來說是Belgium 因為Belgium 醫生的比率高很多 還有在比利市那裡 很多另類醫療的醫生 你能看到 你要合理的醫生的人工 不會令到我們的社會破產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 真的需要一個自由市場 一個開放的市場 令多方面的醫療的人員 有辦法用到他的技能 來幫助香港人 所以你看到 我們不斷地不斷地 我們香港的健康大行動 經常都很強調 香港出去經常說 問題其實大部份人 都是社會問題 都是所謂專家做出來 這些行內人士 專業人士 其實很多社會問題 是他們一手做出來 還有一個point 醫管局昨天說 還要加多些 因為我們要挽留人才 除了加薪之外 還要再提高培訓 即那個名額 來彌補那些 走了那些 你知不知道 培訓人需要多少錢 300個 基本上 香港醫生 300多萬 牙醫就更貴 只要一個機構 一個醫療機構 還有納稅人出錢的醫療機構 再要送醫生去外國 去受訓 或者去哈佛讀 六個星期 那些特別的高級行政人員 那些班 你用多少錢 即我們香港人 有沒有計算過 在自由市場裏面 我們一般的香港人 出錢的那班人 根本是沒有能力做這件事 而反而不出錢那班人 是接受這些納稅人的錢人 可以這樣也用錢 問題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沒有人才嗎 中國大把醫生 我記得 加條河 請俄羅斯那些來 最多叫他讀英文 我想一年兩年 俄羅斯英文都很快 講了什麼讀 我剛剛在newsweek 最近那個時代周刊 原來全世界風起學英文 俄羅斯都很厲害 中國更加 其實很快的英文程度 大家都可以 工作上可以需要得到 還有 在我們旁邊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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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多醫生 我記得我姐夫在一個公司 是美國大行 他是賣很多醫療倫器 那些行街的人 全部是醫生 主任醫生 開刀醫生 即是大陸 而是大陸有的現象 不是很適合 我們有很多問題出現,在香港醫療問題方面,很明顯香港醫療融資和醫療消費不斷增加,現在這個行動肯定是有負面的效果。 但最大的問題是怎樣?你估計這些行動對香港再有其他有什麼影響? 昨天又訪問了另外一些學會,類似經濟會引致很多其他,我就用既得利益者,就會出來不斷要求政府撥款。 因為有錢嘛,他認為有錢嘛,很厲害。 是呀,逐個逐個出來的,藥劑師那些已經出了,又要求,另外很多放射治療師那些,全部要求要大幅加薪,社工一向都是,現在也是這樣。 很多這些人會引發加薪潮,很多人都會有同樣的要求,因為你說不通,我們講的家福是三十幾個percent。 是呀,說真的,其實也會無憂止,好了,你這樣做了這一部分,那些人,那些前線醫生又說要同工同酬,好了,去到同工同酬, 說,喂,有沒有搞錯,我智力高一點,那又要再加,喂,哥哥,加多少呢? 夠了,是嗎?都還要加,何況,是不是解決到問題呢? 我們經常Better Hong Kong說,加這麼多人工,是不是你搞得定呢? 如果你搞得定,如果你搞得定,就加給你,有什麼所謂,加多一倍,你不搞得定呢? 哥哥,你告訴我,你是不搞得定呢? 那麼問題真的不在那裡了。 還有還有一個,我們作為公務員和一個私人機構很不同, 即是私人機構,如果你說好景,我們加多一點,花紅之類, 但不好景,它可以裁員的嘛,可以減薪的嘛, 但問題是,我們那個公立公營機構,用納稅人錢的機構呢? 那十年沒有減薪的嘛! 很有趣的,它運作,跟香港整體的經濟運作是很不同的, 它有它那套手法,跟我們整個香港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 它不可以炒的,不可以減薪的。 即是董伯伯,管治時代,那十年,痛苦不堪, 那幾年不是十年,裁員減薪是幾成幾成, 醫管局那些有沒有減過?減過幾個percent, 就哭打那樣,幾個percent而已, 還要分兩鑊,那好了,現在稍為叫做, 其實香港,說真的,大家聽Pattern Hong Kong的路友, 那些網友,你自己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好景, 炒股那班,整體來說,誰夠膽出聲說加人工先? 一般打工仔? 是不是? 只是你來那些,大大聲,還好意思出來說的, 啊? 那麼,Doctor,還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個問題呢,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蚊養了很久了,我們講來講去,都希望香港人了解, 其實很多問題的根源,最後最後都是很多這些所謂行內人士, 專業人士的作崇,好了,或者我們再,再休息一下, 我們會再,很快會再回到最後,有另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那個次案風暴的裏面,我們能夠學到什麼呢? 好的。 好,其實我們今天呢,想講的題目呢,都比較平時比較多些, 我們除了,初初繼續講一下,安樂死, 有幾位網上聽眾的留言, 那麼,我們也都,第三個題目呢,我們想, 就是,其實本來我們原先第一個題目來的, 就是關於那個次案風暴, 那麼,我們早期呢,就,初初就安排了孫柏文,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獅子山學會研究總監, 那麼,他也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者, 那麼,他也都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者, 那麼,在這方面,其實他寫過很多方面的文章, 那麼,但很可惜啦, 那麼,孫柏文呢,原來突然之間有事, 出負, 那麼,今天呢,就要出負,這樣這樣, 那麼,變成,我們都要, 就是,當是自己是經濟學家啦, 那麼,我們的一向的想法就是, 其實,很多這些所謂專業的常識, 其實應該是用常理去看更好的, 反而很多專家去分析, 其實,越分就越亂的, 那麼,我經常都強調, 經濟學,我讀了, 我讀了,我讀了,看這麼多書, 看一看,我看不明白的, 那麼,直接到我遇到的真正經濟學家, 他說,是的, 根本經濟學家, 很多理論都是, 方法的理論, 是不應該明白的, 那麼,哇,我聽了之後, 非常之安心, 多謝這位經濟學家, 原來是應該不明白的, 應該不明白的, 我認為我自己, 我自己的頭裡有些, 有些問題, 為什麼我用常理去看, 其實, 看來看來看不明白的, 搞到九五八八, 搞五八八, 那麼,這位經濟學家, 他說,是的, 根本就是這樣一回事, 真相就是這樣一回事, 原來是真正九五八八, 好啦, 那麼, 次安這個問題, 大家, 有沒有在, 是一般的傳媒, 在網上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 收拾到一些資料, 大概, 如果你說, 即是,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好像很大件事, 但是, 講來講, 好像又不是很複雜, 不複雜, 簡單來講, 我們香港比較少, 好像金融, 沙士的倫庭金融恐怖之後, 有這個現象, 即是, 你按完一次樓,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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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 可以不叫我工作, 唯, 但是, 你這樣以前升值, 100萬變了200萬, 你按70萬 это써, 按70万, 也可以啊, 那, 再升值又叫我更多的, każda, 香港人就真的不會, 當然是快點往樓, 但美國人的做法, 他們會做另一個按揭, 按揭就是 değil accountant, 借錢, 產付卡付債金, 你的做法即是, 變成一個好像給錢銀行那樣,他們就將這些債券,這些債券,包裝了一些基金,賣給這些人 如果喜歡投資買這些基金,刺案基金,增長利息又高,變成好價格 Missive有很多這些基金,最近倒了幾呎,即刻引起很大的恐慌 會不會因此引起連鎖反應 因為美國人全部借錢盜日,他們沒有儲蓄習慣 還有就是過去那幾年,911之後那幾年經濟一直好,所以所有物業都會升值 所以好像香港以前經濟一直繁榮,20年30年那樣,從來沒有人預告會通俗 最主要是美國買樓怎樣,一個先都不用拿,譬如你100萬美金一間屋,全部100%上會 然後你就買一層樓,升了,再借,那些就用來買跑車,買一部跑車,或者用來消費 就是這樣,那他第二案件,為何會願意借呢,因為他的息高很多 就是叫做薄,看看這個人會不會爆煲,他也是這樣 還有整個物業會不會升,如果他升的,沒問題,他變壞的,他可以收回房子再賣出去 就是這樣,還有那些人情緒樂觀,但是,美國經濟就經常玩這個遊戲 就是,爆了就有禮過,但是,這個呢,正如王兄你所說 他是為了減低那個風險,還有呢,就是把這個球拋給別的人 就是那些燙手珊瑚呢,為什麼呢,就是做案揭那間公司 其實他已經賺了的了,跟著,用財機包裝,包裝靚靚靚仔仔 又賣給你其他人,來,你接啊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實我們全球,可能我們的強積金呢 很多人買了這些機器,很多人買了,大佬 就是,很大鑊的,就是這個問題在這裏 就是,講到很大鑊,講到很大鑊 但是,究竟有多大鑊呢,就沒有人講得出的 其實,因為為什麼呢,正如孫兄,他今天沒有來,我也有問過他 也都,看一下,各方資料呢,就是說,很難,很難估計 因為,因為,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買了,買了這些基金 因為,譬如,很簡單,我們的強積金,你知道,一些就,只是講高風險 沒有那麼高風險,低風險,可能高風險是全部這些來的 很多,很多買高風險,近來是真的升得很厲害的 但是,前一陣子就爆了幾隻的 這樣一跌,你如果看回自己的強積金,是一天內可以跌很多的 真的,就是這樣,那個影響性呢 因為,你應該就是,買這些,現在你知道,全球經濟一體化 其實,根本,每個國內,大陸,很多人是買了這些的 而自己都不知道的 就是這個問題在這裏 那麼,孫興有沒有什麼 即,他的看法,你也知道,美國政府 正如孫興都有說 那張銀紙,其實是爛紙來的 那為什麼美金會值錢一點呢 即,會有價值呢,這張爛紙 就是說 他有龐大的,即是,軍隊 他會捍衛這張爛紙的價值 那麼,還有呢 你譬如,好像近日呢 你一見,杜瓊斯那些 即,股市一跌 聯儲局,立刻大量泵水 泵水,很簡單 他開動銀紙機 引人自己 不停 扔貨幣下去 所以,其實又引至香港 現在有很大的問題 你知道,我不是犯經濟 我自己身同感受 即,大家在香港生活 都,勤態都感受到 因為,港元和美元掛了勾 你,美國佬,不停印銀紙 嘩 即是,等於國民黨時代 買袋米呢 要車一口銀紙去買 即是,你的銀紙不停印的話 你的幣值會跌 那會引發通脹 還有,你其他幣值升 你,兌換就跌 那些東西就貴 對嗎 其實現在是 現在是受到的 但是,這些是經濟學經常說的 將會怎樣 但是,有些對現 有些又不對現 究竟是不是這樣 其實是說不到的 專業人士當然是 作出很多推測 究竟是不是這樣 正如所說 對於一些冒險家來講 永遠都是有賺錢機會的 即是,有波動才有機會玩東西 其實背後就是有人玩東西 不排除 絕對是有人玩東西 最大玩東西就是聯儲局 印銀紙,過度消費 我看了幾個報告 孫興不在 我不知道那些報告是否是真的 一個是順景 即是印尼斯科 一個是AIG 一個是安本 即是那些財務報告 都是講次案的危機 其實這三個 不友而同 基本上是 不是很大的問題 這件事是會引起一些波動 但就不是那麼大危機 起碼這幾個大報告就說沒事 其中一個我覺得幾清楚 根據順景的報告 他說聯儲局的主席 柏南克 就說這個虧損是嚴重的 就警告可能帶來一千億美元的損失 即是因為有幾個對沖基金是相繼破產 因為這些次案爆破 一千億美元 但你聽起來很早大 但你猜是等於現在美國的經濟 幾多個percent 原來是0.7% 即十幾萬億 還有因為有這個危機 歐洲、日本的央行 香港是注資進去的銀行體系 是注了2900億 在他們的銀行體系 即是預防會倒下 即是怕銀金短缺 還有減息 美國就注了4千億 預防這個危機 所以其實這個是月中的事 到現在 香港更差 一聲彈上去 還升突 即是中國因素 如果你這樣看 其實那個危機就不是很大的 如果相較1980年代 那個貸款 即是全貸危機 那時候選出了1千億美元 當時 一想這個故事 八年代尾的時候 那時候 那1千億美元 相當當時是2.5% 即是國融經濟總值2.5% 但現在1%都不到 所以相對來說 八年代的危機 這次就不是那麼大 當然有沒有更多的事情爆出來 就不知道 那些真的要問專家 因為就是那些環球經濟策略師 他講的 就不是一個前在因素 因為究竟這個是一個 基本經濟因素改變 只是一個潛在經濟因素改變 那如果是基本因素 就沒有改變 潛在就難說 潛在就要看以後的發展 但是呢 我經常覺得 什麼叫經濟呢 我明白 這個很複雜 真是慘 最起碼 每間大學都幾十個經濟學界 沒有人說清楚是怎麼回事 我明白 最起碼 燒到埋身 就是弟弟 八月頭 去一去報吉 探討幾天 嘩 即是 年頭都還在對 一對5.2 或者一對5.3 大佬 一元港幣兌五個 即是其實美金變值 是的 一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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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拿命 嗯 即是 不見了 即是要給多20% 嗯 即是 因為你講完和美元掛了歐 還有很多東西你知道 即是香港是入口的 即是很多產品是入口的 最近大陸 大陸都升上的東西 即是 即 對於普羅市民來講 這個影響是大 即是 講現在 其實通脹真的很厲害 即是 以我大哥 即是買賣那些 即是那些 浴室結局那些 譬如水龍頭銅來的 一拿房 加33% 嚇死人 大佬 現在的 基層的物價 即是我在觀察 預記的貨品 我多光顧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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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陸來的 10.20% 是最近的 你不覺得 因為 你比喻10元的東西多1元 那你會很少 是10% 很厲害 大佬 你加工 加不加到 沒有啦 那就是 沒有啦 即是 即是 問題其實都是這樣衍生出來 所以我 即是經濟它是發展著 但你窮了 那些錢不夠用 是呀 不用的 即是 不約而同的問回 即是 有時候我都很懷念 03年 SARS的時候 我真的很懷念 真的很懷念 一個人自己去一間酒樓吃飯 十幾個SERV 哇 買單那張單 即是嚇死你 還有你就有錢買幾個回工 一百二十元 即是幾好SERVICE 另外一間戲院都玩完 看一場戲 三十元 現在可以不可以 六十元 即是 即是 即是我不明白 這個什麼叫經濟 反而經濟衰退 更開心 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經濟 怎樣加 又說成 又說幾高 兩萬幾點 於我何干 我就虧了 即是可能衰 嚇死 即是我們那些 使用儲蓄的 半退休人士 一聽說經濟好景 真是 即是害怕 我現在不要說 即是 錢又不高 大約都是這麼多錢 經濟最差 住太古城 經濟好 很多人不住太古城 當然 即是 什麼道理來的 即是 如果宣派文在這裏 我真的要問 我真的很想 很多經濟上的問題 那些疑惑 我都很想問到宣派文 即是你明白 講來講去 什麼次案 最重要 我們普羅大眾 生活好不好 你講到多威猛 經濟多蓬叛 頂 即是 德國餃子 到頭來 又是口袋 在你口袋裏 越買少見少見 還要樣子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態度不好 是不是 黑口黑臉 不知在你 是啊 真的 即是 即是 我真的很懷念 我經常跟Dr.講 我跟他兩個 都是很懷念 經濟衰退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探世界多開心 或者 我有基本 對經濟方面 有一個疑惑 我經常這樣想 我們經濟為何會有周期性的高低 而我們做事的方式 我想一般人的農作 那些耕田那些人 工廠 其實基本上大家都這樣上班 照九萬六 即是我們怎麼會說 幾年又高 幾年又低 其實我們做事跟一式一樣 錢又沒有拖洗到 我們工作能力 生產力都沒有變 但很有趣 經濟方面的現象 永遠都會看到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又不是有什麼天災人禍 又不是有什麼失修 又不是我們工作方式改了 為什麼會有何來這些高高低低呢 又突然又不是多了那麼多人生孩子 現在的樓價租金 有什麼關係呢 我經常說 demand and supply 好像完全都沒有什麼關係 我經常就不了解這件事 那我最初去想想一下 我問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其實呢 整個經濟呢 是找一班所謂經濟專家 是製造出來 是讓他們不用做事 你都將我的錢呢 拋高拋低拋高高低 從中剝削我們 割我們的和青 低的時候呢 割挑我們的和青 我唯一一個解釋就是這件事 高的時候他就賣光了 沒錯啦 我覺得真是好笑的 我禁了十二年來 都是同樣做事的 我生產力都是這樣的 公司每個人都是這樣做事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呢 據我所知 韓國的農民所做的東西都是這樣做 很穩定的啦 根本沒有任何的天災任何 是解釋得到的 好了 次案風暴我們學到什麼呢 我看幾篇簡單的文章 其中一篇在亞洲周刊 有位陳婉榮 他原來在香港大學新聞和傳播研究中心的總監 也在中國一山塘大學院長來的 他就說他兒子的經驗 其實呢 那個次案這個問題呢 是反映到呢 其實呢 背後呢 是很多些是不誠實的商人 是在這裏造勢的 那麼他的兒子呢 是02年畢業 希望呢 所有讀經濟學的人都希望去華爾街做分析員 當然呢 02年的經濟很差 沒有東西做 結果呢 找不到好工 結果呢 到04年左右呢 就有這些所謂的次案公司出現 那次案公司呢 通常都是2000年年開始呢 就開始這些公司出現了 到了04年是很蓬佛的 那原來呢 發現這些次案公司在做什麼呢 他根本有你沒有你 你根本有沒有能力付錢都好呢 他就拼命叫你去借錢 那麼他兒子當時撞到處境 他兒子的工作呢 就說我要分析要衡量 到底這個借錢的人 應不應該借錢給他 但他發現呢 根本公司的壓力就說 你總之要借錢 要放貸放貸 他根本最後他發現呢 根本有沒有能力還錢呢 都不緊要 最緊要呢 就放貸放貸 那麼可以這樣說呢 他在美國呢 有幾份雜誌 其中一個叫做Mother Jones 那麼他在06年呢 他就九月呢 他就有一篇文章 揭露這個黑幕的 他根本整個是一個大騙局來的 那麼他其中說一個一個案例呢 就說呢 在中部呢 有一個房屋 那個屋主呢 燃燃的收益只不過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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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萬六千美元 但是呢 他的兒子工作那間公司呢 他能夠借到 十九萬七千二百美元的美元 來到付那個 那個新居的高額的利息 和其他的債務 那麼很明顯呢 八個月之後呢 他根本就是 償還不到 償還不到 二十三萬三千美元的 美元呢 就被人收屋 那麼就是呢 因為看到呢 背後呢 其實反映到呢 根本整個這個次案 這些這樣的做法呢 根本是一種欺騙的行為 美國六十分鐘時線的節目呢 亦都是有提及呢 他說呢 美國人呢 是信仰債務 即是In Debt We Trust 不是In God We Trust 那麼他說呢 根本呢 他說呢 這些這樣的所謂的次案呢 英文叫做 Subcrime 應該證明呢 應該叫做次級的犯罪 叫做 Subcrime 那就是說呢 根本呢 由這個次案的風暴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是根本是成為一個大骗局 即是 我經常覺得 為何我們的風 我們的經濟會 速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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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做的是一個下方的項目 根本就有這些人 在這個費用中 是什 它怎麼呢 它不是盡量借錢 讓妳推大了個額 那麼呢 使用了ulasajan 然后再包装订给你下一手去玩 生意压大是他家公司来的 基金卖了 你看到很多国家 因为我们的全球经济大家都联系了 觉得互相有影响 所以很多国家都扔了很多钱 刚才王岸言都说了很多这方面的数据 其实很多大部分国家都是用这个手法去处理 到底这个问题会不会爆得很严重 另外在新闻周刊八月份有一篇文章 他说今时今日的形势其实是很不同的 如果要这个危机出现 我有三个方法可以化解 第一个circuit breaker 他说今时今日在英国、中国 和其他很多国际投资的人 其实他有很多储备在 即他还没拿出来放进去解构这个危机 这是第一个circuit breaker 即安全保险制 第二个安全保险制 根本今时今日我们的地球全球的经济 不是很像以前那样 是很依赖美国的 今时今日 因为很多新兴国家的市场 都冒起得很快 所以经济 不是再操纵于美国 现在的美国占有的经济 影响大概全球大概二十多个percent 即是今时今日 美国的衰退 其实未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这是第二个保险制 第三个保险制 就是美国的联储 联光储备 用这个减息的方法 可以控制得到 他给的例子 他说在911的事件 和Enveron Welcom 和大财团的破产的时候 美国的联储 尽量用这个减息的方法 将息率六个percent 减到一个percent 当时是成功地 阻止了这些当时的 所谓高科技的 爆煲的问题 即是说 我们已经有三个制衡的方法 是可以防止这个问题 我觉得 作为一个香港人 作为一个地球生存的人 其实 自己想真一点 我们不要再被人去玩 是吧 你的钱是在的 是吧 你要走到多少 如果我们一蜂窝 买呀买呀买呀 穿拍文 叫你放晒它 那我们就中招了 是吧 其实钱有什么分别 你放在袋里 迟到都会出发现的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次案峰暴 再一次看得出 这些所谓的精济学家的阴谋 那 那 那 我们下次请孙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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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玩这些财技这班人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联储局配合 他 他完全很低息地借这些钱 或者不用 就是完全是 就是完全是 就是联储局用这个方法来控制 不是用息口来谷大 你这么便宜的钱 就是玩财技咯 那日本央行是跟美国的 那些钱是 那些钱是 差不多不用息的 那你 懂得玩财技那些 就借这些 那么便宜的钱来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 最重要就是 我们学得到 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呢 就是我们全球的经济的联系 就是我们整个地球经济一体化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危机了 如果中国地球的经济全部很紧密的联系 一小小事情出现 或者被人玩 全世界都玩到了 所以我们要再想想 到底这个所谓叫做全球一体化 Globalization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好像说中国要做什么防火墙 个个都会 我可以简单说 这个一定不会成功的 因为本身很多内 就是本质的问题 根本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去想的 OK 好了 时间关系了 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 谢谢大家收听 OK 拜拜